我觉得越说越有悬念 我们特想见这个男主角 真是 现场年轻的女孩 眼睛里都放着光 我们把丁丁请出来好不好 来掌声欢迎丁丁 欢迎丁丁 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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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欢迎 欢迎丁丁 谢谢 丁丁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 你怎么形容妈妈呢 如果真的只能用一个词的话 我愿意用灯塔这个词 形容我妈妈 在我心目中 我妈妈就是一个灯塔 自己站得高高的 而且她照得很远 我只是在这个灯塔上 一艘小船而已 除了我之外 还有无数其他的小船 包括她的学生 她的朋友 她的晚辈 在她光芒照亮下 不断地前进 妈妈在你心里是很牛的对吗 不仅在我心中很牛 她确实也很牛 妈妈 在你心目中是灯塔一样的人 然后又这么有成就 你还会和妈妈争吵吗 有几次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和妈妈之间发生争执 有一次具体原因 我可能也不记得 但是我当时说一句非常 现在想的是非常无知之 或者说非常过分的话 但我妈妈应该这么多年 一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 是什么 说了什么 她当时上高中了 早上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生气了 着急了 出门的时候特别凶狠地跟我说 你给我等着 真的 真的啊 这话听着不像儿子说 对啊 你给我等着 后来中午的时候 一般平时我白天都不在家里 中午的时候 她吃完饭跑回家里看 打开门看我在家特别诧异 妈妈你怎么在家里 我说我把儿子养到18岁了 她让我等着 我不知道你怎么发漏我 我特别忐忑 很害怕 我就等着呗 等着发漏完了我就出去 她赶紧说妈妈对不起 对不起是我错了 后来跟她说 我说你要这么不听话 你要这么淘气的话 我说我离家出走 不要你了 她当时说 妈妈你怎么可以离家出走呢 如果你走了 你留给我的一层房子 妈妈在哪儿 家就在哪儿 有妈妈的地方才有家 刚才说完之后 我就没办法再跟她争下去了 还有气吗 天大的气也消了 其实她很孝顺很懂事 她明白是妈妈一个人 扛起了一个家 是 是 而且我从细节听得出来 就是他们两母子的交流 是非常有技巧的 那个矛盾的解决 就是需要两个人的共同努力 妈妈今天做了一个表率 我觉得很多看了这节目的 一定也要学会妈妈这一招